现在正是季节转换的时候 气温忽冷忽热 许多过敏儿也开始打喷嚏 流鼻水 甚至皮肤搔痒 房顶音医师表示 造成过敏的原因很多 主要是以下三个 台湾夏天相当湿热 许多孩子几乎天天吹冷气 所以身体血液循环不好 手脚冰冷 常常感冒 如果天气很热 冷气最好设定在27度左右 再搭配电扇让空气流通 就能解热又健康 东方人体质 其实不适合喝太多牛奶 建议适量就好 而糖果、饮料这些甜食 则是会让身体累积发炎物质 也容易引发过敏 如果从小就吃太多药 可能会因此改变体质 而且药物只能压制过敏反应 累积到最后反而会更严重 建议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例如运动或针脚 来帮助身体排出发炎物质 饮食上也要多吃蔬菜水果 或是额外摄取益生菌 就能逐步改善过敏症状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